經常聽到手沖咖啡 手沖茶你又有沒有聽過呢 手沖茶在日本和台灣都非常普遍 最近尖沙咀有一間茶店 手道用自家烘焙的茶葉來做手沖茶 我們手沖茶的概念 其實就是源自我們本身老闆做的品牌 她在台灣學過烘焙茶的技巧 她就很想在香港做手沖茶的運作 香港是我們第一間做 剛剛開賣了一個星期 因為手沖茶比較新 有些客人就不太了解了 都要解釋一段時間 告訴她那個需時會比較長 溫度就不會像你平常喝茶很熱的 可能是剛剛好那個溫度是入口 這樣可以舒服的狀態就是 手沖茶要用特別的工具 沖茶的水溫 茶葉的份量都很講究 茶葉涼好份量 放進去之後 用特定的水 例如70度的水 一路慢慢沖沖下去的時候 讓茶葉好像開花一樣 慢慢散開它 然後沖完一次之後 我們就會將 落下來再沖第二次 因為因應我們出的杯容量 我們就計過茶葉大概是4g 70度我們沖完第一次 再沖第二次的時候 到客人喝的時候 大概是55至60度 是很舒服一個常溫的狀態去喝的 他們提供六款茶飲 其中這三款就是比較受歡迎的 Shermaine 還說 六款茶飲裡面 除了日式煎茶是在日本手羅之外 其餘的五款都是自家烘焙的茶葉 愛茶之人千萬不要錯過啦 因為海津羅莎